可以说最近的娱乐圈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像最近被曝出的冯少峰一次出轨经纪人,即凌晨与看亲自分手,可以说娱乐圈中也是蛮热闹的。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,这本身就是一些见怪不怪的事情,但是它既然发生了,也难免会引起吃瓜群众们的注意和围观,说起崔永元估计各位小伙伴们应该并不陌生吧。 可以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它也是蛮活跃的,像被拍到现身机场的画面,也不止一次两次了,像经常在微博发布动态也算是常事了,可以说它在娱乐圈中也是比较有知名度,相信各位小伙伴们也应该看过它曾主持的节目吧,也算是一代人的回忆了吧。 虽然说崔永元经常在微博发布新动态,也经常引起网友们的围观,而吃瓜群众们也表示看来它也是蛮有魄力的,估计像它这样的人也是蛮少见的吧,不过不管怎样,崔永元也算是不明则已一明惊人了,而他的每一次爆料也总能让吃瓜群众们一愣一愣的,有网友爆料趁近日崔永元再次更新微博了。 估计各位小伙伴们也是蛮好奇的吧,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围观,从被曝光的动态来看也无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事情,可以说网友们也算是见怪不怪了。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,在他的心脖中范冰冰与刘振云也是其量相,也是一些关于这两个人做慈善的报道,虽然说范冰冰与刘振云以另一种方式,其量相在她的微博日。 重,从图片中可以看出一张,是范冰冰曾现身某医院做慈善的图片,而另一张是刘振云现身某慈善活动的照片。 但是有网友表示,范冰冰与刘振云都出现了,这冯库子是不是心慌了,为什么没有被曝出来做慈善呢? 而在崔永元新柯的微博中,也发出了疑问还差两条,而网友们也纷纷表示,冯库子会不会心慌呢? 图不过虽然说崔永元在更新,博弈引起了网友们的威光,只是这内容也是一些关于范冰冰与刘振云做慈善的报道, 只不过这字里行间,也透露出另一种意味,有网友表示范冰冰冰冰似,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也蛮安静的,虽然说被曝出限制出境的传闻,但是他本人也没有做出正面回应, 也有网友表示感慨跪圈,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的,不过作为吃瓜群众,们还是尽情吃瓜好了。